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与金正恩在越南的会晤,旨在推动平壤真正的放弃核武器。为此,川普许诺,将帮助朝鲜发展经济。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的峰会是历史性的。但没有切实进展。这一次,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在越南再次举行峰会,尝试推动平壤继续在去核化道路上前进。 尽管外界对这一会晤的细节安排置之甚少,但川普似乎挺乐观,并对金正恩继续予以鼓励。 就此,本台法广RFI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纳科尔佩传回了美国总统在华盛顿起航前的发言录音片段。 美国总统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将有一次很好的峰会,一次卓越的峰会。我们想要去核,我认为朝鲜将已打破一切记录的速度,在经济领域。这将是一次很好的峰会。 川普总统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承诺朝鲜,如果弃核,将获得破纪录的经济增长。 但在平壤的美国特使最近承认,美朝两国尚未就去核化的期限达成协议。 川普指望靠他和朝鲜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来推进,但需要拿出比新加坡会晤时更确切的承诺,以获得真正的进展。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良经评论,题目是,后真相时代与强人政治。 本周,全球媒体都在期待几个重大新闻事件如何展开。 一个当然就是即将在河内举行的特津高峰会。 新号一个是美中贸易谈判实现已到,是否延期,会否因其他事件,比如朝核问题最新发展而生变。 再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危机会否严重升级,成为美俄博弈的新热点。 在美中两国政治方面,也有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随时发生的机会。 美国方面,通俄门调查已进入后期,新司法部长上台意味着一场, 围绕调查结果展开的政治大戏正在拉开序幕。 而中国不仅又到了两会时期,而且,习近平以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来应对川普的非常规打击带来的美中关系新格局。 也到了要亮相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最近发生的王法官自道案卷的奇案所引起的舆论震撼, 竟然超过了正在紧要关头的美中贸易谈判, 说明这一新闻背后,有事关大局的政治意义。 这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 无疑强化了许多人天下纷纷,真伪难辨的乱世感, 同时也指向了一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如今这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 占据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强人政治, 能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吗? 比如,川普和习近平看来确实都希望在贸易问题上成交, 但他们能做到吗? 川普上周在白宫见刘鹤及两国谈判代表, 毫不在意地公开了他与美方首席代表莱特希泽的重大分歧, 着实令中国的反美势力兴奋了一把。 他们认为习近平硬着头皮顶住的策略终于成功有望, 川普发动的贸易战打不下去了。 对于那些信仰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来说,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又赢了。 但那些寄希望于川普压中国结构改革的人不这样看, 他们仍在期待贸易战会推动中国靠内力无法推动的改革。 比如说,开放网境。 哪一种期望将更贴近未来的真实? 或者说,哪一种人会在强人政治主导的后真相时代感觉更好? 我的理解是, 后真相时代的本质是旧的意识形态化与失灵的时代。 这不等于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现代价值已经失去意义。 但确实意味着必须创造新的意识形态化语, 才能重构基于这些价值的新秩序。 在此之前, 感觉好的只能是那些从苟且人生的哲学中获利的人。 而不会是那些为良知所苦的人。 更不会是那些赋予正义冲动感的人,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不过, 与意识形态大显神威的冷战时代不同。 在当今传媒环境下生存的政治强人, 感觉并不好。 这也是后真相时代一个重要现象。 有人把他们的状态形容为政治临时。 原因之一, 就是没人像冷战时代那样, 真把政治强人奉为神领。 当今世界的强人虽然仍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但他们加害愚人的能力也受到资讯发达的极大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 他们陷入了皇帝并无新衣的窘境。 政治强人不可期, 新的意识形态化语从何而来? 新的政治秩序如何建构? 我还看不到答案。 但我相信, 尽管中国有很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袱, 但不是没有机会。 原因之一, 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一次被许多人所忽视的知识大跃进。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不仅第一次与西方文明站在同一技术平台上。 而且, 在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 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更具普遍性。 香港《苹果日报》, 发表中国资深传媒人吕月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 习近平套人反套己。 2014年3月18日, 习近平到河南兰考考察, 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卖弄了一个古罗马的政治学概念, 塔西陀陷阱。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 塔西陀在他的著作, 历史中记录了他评价, 罗马皇帝加尔巴的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 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习近平本意是要基层干部从作风入手, 遵守习八条,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塔西陀陷阱专针对国王。 但是, 无论理论界还是老百姓都比习近平更明白。 塔西陀陷阱不是针对基层干部, 而是专门针对国王。 十九大习近平为巩固自己核心地位, 把习思想写入政治报告, 引发社会强烈反弹。 王沪宁只好让一大批学者为习近平擦屁股。 有学者以法国大革命处决国王和王后, 说明塔西陀陷阱的危险性。 这意味着即便是最荒谬无耻的反政府谎言, 都能将政府置于无可辨白的困境, 都有机会让民众深信不疑地追随, 并制造出无可逆料的毁灭性灾祸, 这就是塔西陀陷阱的全部政治意义。 人民日报也用整版探讨塔西陀陷阱不能盲目用, 提出中西方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不同。 西方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 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而中国人理解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就在这种胡说八道的引导之下, 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又修宪, 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 塔西陀陷阱不但不能消解, 反而像一根脚锁牢牢地套在习皇帝的脖子上。 2018年习近平决策失误, 造成经济断崖式的下滑, 股市不可收拾, P2P骗局频发, 民营企业倒闭600万家, 占总数五分一。 舆论的抨击在习近平看来都是基于他权力的政治危机。 就今年1月3日, 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网发表, 以全面从严治党远离塔西陀陷阱, 再次为习近平解套。 文中标榜, 当世界多国备受塔西陀陷阱阴影困扰之际, 中国却依靠坚持走群众路线, 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并用爱德曼全球信任度报告资料佐证。 2018年中国国民对公共机构信任程度全球第一, 其中政府信任度达到84%。 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能让爱德曼造得出这样的数据, 也只有中国政府不怕全世界笑掉大牙拿出来说事。 与公信第一相媲美的是, 揭露千亿元矿权案卷宗丢失的中国最高法院法官王林青失踪一个多月后, 2月22日在央视认罪。 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称, 卷宗失踪使王林青坚守自盗, 他被认定涉嫌犯罪。 另一揭露这一大案的名嘴崔永元在国内被消音, 他在推特发出一张黑屏, 暗示黑幕重重。 此案如果这样结案, 那习近平口口声声的依法治国本身就构成陷阱。 2月15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刊登了习近平 2018年8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内部讲话。 他强调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早在2013年中办下发的9号文件, 中共就认为宪政暗含着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逻辑陷阱, 是西方借法治约束权力, 挑战中共领导地位的武器。 学界为此激烈争论, 而中共党媒则吹捧习近平终结了宪政大讨论。 最可观的陷阱乃是中美贸易谈判。 近90天里, 中美双方高级代表团马不停蹄, 奔走北京、华盛顿之间。 25日第七轮谈判结束, 川普说谈判有实质性的进展, 将原定为3月1日的休战期限延长, 暂时不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加征关税措施。 大五毛孔庆东在网上发帖说, 因为李鸿章毕竟还算个文化人, 即使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鬼子也起码给他一点个人尊严, 不把他当成一条狗。 这被认为是对刘鹤的辱骂。 新华社在微信发评论, 为川普准备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签协议较好, 还说, 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 这次挑战对中国来说, 何尝不是第二次入市呢? 这句话不免让人毛骨悚然, 打了一年的贸易战不正是中国为旅行入市诺言的结果吗? 习近平被套住了, 还洋洋得意。 The Washington Post 发表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的文章, 题目是, 中国审查机器如何跨越国界影响西方政治。 2016年9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微信结合手机应用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 有一则帖子让我吃了一惊。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分享了一个中国网站链接, 说他要用这个观看克林顿和川普 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直播。 我这位朋友来美国读研, 住在纽约, 但他不打算扭开电视或登陆YouTube, 反而要连上被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 来观看这场辩论。 为什么? 因为他平常获取的所有信息, 包括关于他移居的国家, 都来自那里。 而且他并非特立。 微信属于中国腾讯公司, 全球用户每月平均达10亿人, 其中一亿来自中国境外。 海外华人爱用微信查阅新闻, 互相分享信息或与国内用户联系。 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普通话使用者的调查发现, 60%的受访者说微信是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 只有22%的人表示他们经常阅读澳大利亚主流媒体, 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悉尼先驱城堡。 对于许多海外华人而言, 微信实在太流行太多功能, 根本不需要使用风行中国境外的其他手机应用。 但是, 中国侨民如此依赖微信, 对信息和通讯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政府和腾讯公司对微信进行言论审查, 导致用户信息经常遭到歪曲。 凡是包含敏感词, 例如天安门屠杀、 刘晓波和占领中环的帖子, 都无法用微信发布。 批评中国政府的帖子发布发也常遭到删除, 有时存活不到几秒钟。 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华人侨民新闻消费的研究发现, 微信账号专为中国移民发布的新闻, 与澳大利亚政府特殊广播服务公司发布的普通话新闻存在显着差异。 SBS上有很多政治新闻, 微信各频道却几乎不发政治报道。 少数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章, 多与中国国内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报道雷同。 内容一贯反映中国官方立场。 这正说明为何许多海外华人在人权议题上, 总是与中国政府观点一致。 即便他们在生活中可以轻易获得迥异或具批判性的信息。 因此,海外华人虽然身在境外, 中国政府仍可控制他们所接收的大部分信息。 尽管如此,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政党组织和政界人士仍在微信开设账号, 以便与各自选区内的中国移民保持联系。 例如,马里兰州民主党候选人齐莉莉就因善用微信而在去年的州众议会选举中起开得胜。 然而,中国政府靠着对微信的审查, 已有能力介入西方民主国家民选官员与选民之间的沟通。 2017年9月, 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珍曾就香港雨伞运动发表声明, 称赞香港年轻人为坚持理念和改良社会而挺身奋战。 这项声明或任何相关内容现在都已彻底消失在微信上。 关慧珍去年12月给我写信说, 我们在2017年9月6日发布了这份声明。 在微信管理部门删除之前, 有一百人查看过, 一人喜欢, 还有三条评论。 直到您来韩询问, 我们才发现他早已被删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悄悄阻止外国民选官员在自己的国家向选民发声。 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在更大范围妨碍这种对话, 后果恐不堪设想。 中国政府滥用微信作为监控工具, 也已记录斑斑。 中国当局曾根据微信私聊内容拘捕公民, 甚至大喇喇承认有办法收集已删除的微信帖文。 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人物们能否通过微信告诉选民, 他们访问中国时可能提出哪些人权问题。 选民能否通过微信与他们选出的官员讨论批判中国的议题。 恐怕不行。 各民主国家能有更多政党和政界人士通过华人喜用的媒介接触中国侨民。 无宁是值得鼓励的, 但他们必须提防这种媒介的严重缺陷。 微信不仅是另一种联系特定人群的社交媒体工具, 也是一种容易被一个人权记录恶劣的政府为其本身需要而上下其手的平台。 政界人士应当加倍努力, 通过不受中国当局控制的渠道, 以自己的方式接触海外华人否则就难免在无意中陷入中国审查机器的牢笼。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李谦宁恋的报道, 题目是《中国立心法规管基因编辑工程》。 去年, 一对在中国出生的基因编辑双生而引起全球学术界哗然, 也令中国科研界的道德操守备受指责。 事隔三个月, 中国政府公布新条例征求意见稿, 有意及由最高行政部门之手规管日新月异的生物医学研究。 去年11月, 时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公布, 全球首个具备艾滋病免疫力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引来全球哗然。 他称其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 成功令一对双胞胎姐妹天生就能抵抗艾滋病毒。 新条例建议, 医疗机构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时, 必须经过行政部门批准。 审批会议学术和伦理审查为基础, 并分为两级管理。 中低风险研究项目由省级卫生主管部门审批。 基因编辑技术等高风险研究项目, 则需经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审批。 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也要国务院部门负责。 高风险项目包括基因编辑技术, 透过克隆技术在一种进行培养, 涉及辅助生殖技术等。 省级卫生部门先做初步审查, 再提交国务院。 国务院在60内得出结果。 如果批准研究, 同时要通知省级部门登记。 进8类。 针对审查的内容, 意见稿提出要借鉴国际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伦理审查规定。 新条例要有关部门增加学术和伦理审查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条文定名, 出现以下情况的个案不会通过审查。 1. 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的。 2. 违背科研诚信原则的。 3. 未通过伦理审查的。 4. 立项依据不足的。 5. 研究的风险包括潜在风险、过大、超出本机构、可控范围的。 6. 不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条件要求的。 7.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8. 经费来源不清楚、不合法或预算不足的。 意见稿也同意现有规定处罚力度弱, 无法形成威慑, 未来违反规定者除了面临最高10万元人民币、 或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 更严重地会被取消诊疗科目、吊销许可证, 甚至终身禁止从事临床研究和追究刑事责任。 一时激起迁重浪。 贺建奎的研究震惊各界。 中国当局随后直指他涉嫌违法, 要展开调查并追究责任。 贺建奎自此也消失于公众视线, 有美国媒体曾报道他被当局软禁于深圳。 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引述调查组表示, 贺建奎为规避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 策划他人顶替志愿受试者咽血。 他也涉嫌指使他人违规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 实验中,最后两名志愿者成功怀孕, 其中一人产下双胞胎, 另一人还在怀孕中。 基因编辑的特征会借由遗传传给后代, 因此科学界基于伦理问题一向严格禁止, 尤其是欧美国家。 全球首例人体胚胎细胞基因编辑研究, 是2015年4月中山大学的科学家完成的。 同年12月, 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与会各方明确允许科研目的的人类胚胎编辑研究, 但禁止临床应用。 大会还达成一个共识, 认为当前利用CRISPR技术对人类胚胎细胞基因进行修改, 是不负责任的举动。 大家好,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或者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